荡飞头脑思绪飞扬 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 玄道让你怀疑人生的话题 世界是虚拟的吗 万众期待的黑客帝国寺 终于在2021年底上映了 故事几乎是在炒第一集的冷饭 不过换成了胡子拉叉的中年大叔Neal 去唤醒人道中年的大婶Trinity 重绪夕阳链谱写狼桥一梦科幻片 他的票房和口碑双双破该 粉丝们纷纷表示失望 IMDB评分只有5.7分 确实从1999年到2003年的 黑客帝国三部曲 在哲学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续集想在思想上再有所突破 已经很难了 可能续集最大的贡献 就是他的片尾成了一只女拳的广告 女主角Trinity升级成了比Neal还要厉害的女超人 和Neal比翼双飞在Matrix里咻咻飞来飞去 但是续集的主题还是贯彻的很彻底 就是继续扩展AI的虚拟世界 不过这个虚拟世界的概念并不是导演自己思绪飞扬出来的 灵感是来自于这一位科幻小说作家 他叫菲利普迪克 这位小说家不仅高产 而且玄幻指数超级高 他一共写了几十本小说 有七本被搬上过大荧幕 他几乎所有的小说都秉承了一个中心思想 那就是现实是虚拟的 他的人物常常一觉醒来 发现原来自己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中 于是只好在各种虚拟和现实之间不停地穿越 迪克的粉丝不少 硅谷的很多大佬 不少都是他的书粉 伊隆马斯克小马哥就是其中一个 小马哥说这个世界不是虚拟的可能性很小 多小只有几十亿分之一 换句话说就是他认为铁定这个世界 也就是虚拟的了 那伊隆马斯克是在忽悠大家吗 咱们就要先从这个试验说起了 时间来到1979年 一个叫约翰·惠勒的美国物理学家 提出了一个实验构想 惠勒的名头呢 虽然没有波尔、爱因斯坦 这些大宗师级别的人物响亮 可能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得过诺贝尔奖 但实际上他成就非凡 他是世界上第一枚清淡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黑洞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也是他给取的 他开创了量子理论的新天地 也可以说是在物理界响当当的这么一好人物啊 惠勒提出的这个实验叫做延迟选择实验 最初提出来的时候只是一个思想实验 所谓思想实验就是还没有条件创建实验室环境 没有实践的条件 那就只能从已经被认可的定理数据出发 在头脑中依靠想象力来完成 比如爱因斯坦很著名的那个追光实验 就是一个思想实验 这个实验的假设场景之一 就是设想你以光速远离一座时钟 因为你所看到的时间是来自于中面的反光 当你面对中后退的速度刚刚达到光速的时候呢 那来自中面的反光和你的运动两者之间的相对速度刚好是零 那在你看来时钟就是静止了 一直停留在你达到光速的那一刻的时间 在粒子加速器出现之前 人类是没有办法把物质加速到接近光速的 所以长时间以来 这就只是一个只能在头脑当中完成的实验 回到惠勒所提出的延迟选择实验 我们直接跳到实操的步骤 几年之后开始有人实践这个实验了 它其实就是一个叫双缝实验的升级版本 请大家今天得耐心一点 因为要解释的工作比较多 这个双缝实验呢 我们在2021年7月份的一集节目当中详细介绍过 它是为了观察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而被设计出来的 直接讲结果 就是大家发现光既是粒子也是波 什么叫既是也呢 就是当你看它的时候 它就是粒子长这样 当你不看它的时候 它自由发挥的时候 它就是显现出这样的干涉波条文 也就是说在量子的世界当中 观察者自己是个极其重要的参数 没有观察者的观察 就不会有一个确定的结果 因为量子的状态是各种可能性的叠加 是不确定的 就像我们一起玩魔兽世界游戏 每个玩家体验到的虚拟世界都不一样 玩家自己的选择决定了他能够看到什么 那很多物理学家就不干了 这不成了意识决定物质了吗 哦 你的心意 你的行动构成了这个世界的纷繁万象 那我们还研究科学干啥呢 佛教里的一句话 三界为心万法为实 就能够妥妥的解释这一切了 于是惠乐为了安抚这些物理学家们受伤的心灵 就提出了这个延迟选择实验 这个实验版本很多 简单解释 就是光在通过双缝之后 加了一个观测装置 这个摄像头是随机打开的 就排除了人为特定安排的干扰 它像这样 装置很简单 实验过程比较长 我们快进到结果 当观测器打开的时候 光落在屏幕上的结果 就是两条带 那说明光是粒子状态 观测器一关掉 屏幕上就出现了多的干涉条纹 像这样 这也是实打实的证明了 观察者的介入 能够让不确定的量子状态定格 如果您还是觉得太烧脑 没听懂 那就请想一想 韩剧《鱿鱼游戏》里的第一关 红绿灯游戏 当观察员大喊一声 红灯扭过头来看的时候 所有的玩家动作就都定格了 呈现出一个确定的姿势 当这个观察员扭过头去 喊绿灯的时候 所有玩家又开始 七拱八俏地动起来了 你就是那个喊红绿灯的观察者 而被观测的量子 就是鱿鱼游戏里的那些玩家 为了证明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世界 并不存在 就是纯粹客观的世界并不存在 另外一位物理学大咖 在六十年前设计了另外一个思想实验 他叫尤金·维格纳 得过诺贝尔奖 这个思想实验的内容 就是维格纳想象自己的一个朋友 独自待在实验室里 在测量一个量子 而他是站在门外等这个朋友 量子可以同时存在很多可能的状态 这些状态叠加在一起 等着观察员来定格 而这时维格纳的朋友 就通过观察 一下子把这些粒子的状态定格了 但是要知道这个量子的定格状态 是对维格纳朋友来说的 对于正在等朋友的维格纳自己来说 这个量子是啥状态 仍然是不确定的 因为他不是观察员吗 他在门外等朋友呢 他压根就没进来 更加糟糕的是 维格纳自己的稀里糊涂 本身就造成了一种叠加态 我的朋友现在是已经做了观测 还是没做观测呢 这两种可能性对维格纳来讲 你看是同时存在的 这就是一种叠加状态了嘛 所以在这个思想实验当中 维格纳和他的朋友 所看到的现实是不同的 这就被称之为维格纳悖论 那这是吃饱了没事瞎琢磨吗 还真不是 最近澳大利亚和台湾的研究团队 验证了这个悖论 研究团队先做数学建模 又开发出一个光学试验来验证它 用光子作为维格纳和他朋友的提升 所以结论就是 维格纳悖论是成立的 对所有人来说一模一样的绝对客观事实 是不存在的 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了2020年8月份的 《自然物理学》杂志上 那维格纳悖论它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简单粗暴地说 也就是伊隆·马斯克所讲的 世界是虚拟的 说明了这事 所以总结一下 虚拟的意思就是 独立于我们之外 和我们的感官思想完全无关的那种现实 是不存在的 这个理论听起来很玄 但实际上我们很可能都运用过 游戏 特别是多人连线游戏 就是一个根据玩家体验的需要 所设计出的虚拟世界 它是有剧本的 游戏里的一草一木的出现 都是有原因的 中国有句古诗 叫做 意思就是你死了变成灰了 你的名字都无人在记起 可是长江黄河不照样 奔流不息吗 这是一种对世界的看法 有你没你 长江黄河都是长江黄河 但是在游戏设计者看来 如果玩家一个个都没了 那游戏场景里的长江黄河为谁而存在呢 那就要重新改剧本改代码 长江黄河就要改头换面了 不废江河万古流这句话就不对了 你不在了还真的就废了江河万古流 而微观量子就是我们这个宇宙的代码 就像是黑客帝国里的那些绿色字符 代码它是不确定的 是叠加状态 它说明我们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一切都是可以改写的 代码一改你所看到的一切都变 黑客帝国第一部里有这样一段情节 Morphos带着Neo去见先知 Neo见了先知以后和Morphos一行人赶回真实世界 但是被内奸走漏了消息 Neo看见了一只黑猫 似乎它闪了一下 同一只猫的影像在同一个地方出现了两次 他告诉了Morphos和Trinity以后呢 这两个人大为紧张 这是场景代码被改写的征兆 果然立刻他们进来的门 就变成了一堵厚实的砖墙 进出的通道被切断 敌人蜂拥而至一场激战开始了 这种场景代码的改写 在游戏当中的角色看来 那就是实实在在物质形态的改变啊 大家想到了什么 是不是想到了宗教中所说的神迹 耶稣用五个饼和两条鱼 填饱了上千信中的肚子 中国神仙故事里也有一山填海的神通 一夜功夫一座大山就换个地方 你觉得不可思议 如果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游戏场景里面 那就太简单了 程序员把场景代码改一下就能达到这个效果 还有神比马良的故事 在墙上画个门就能够开门进入另一场景 那不也就是游戏场景里把代码改写之后的效果吗 几千年前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名著 共和国当中讲了这样一个预言 他说在一个洞穴当中囚犯们被锁住 只能够脸冲向一边看到对面的墙 也就是洞穴入口对面的空白墙壁 当物体在洞穴入口那个方向移动的时候呢 也就是在囚犯们背后移动的时候呢 他们只能够看到这些物体在墙上的投影 就像是某个光源头下的影子 事实上被锁住的囚犯因为不能转身 他们不会知道这些光到底是来自哪里 是火光 太阳光 还是月光 他们只知道这些影子 就是他们能看到的最美的东西了 然后这些洞穴里的囚犯就依据这些影子 构建了一个他们对所谓现实世界的整体认知 柏拉图推测 我们人类其实就像是这个洞穴里的囚犯 只能看到真实世界的投影 在柏拉图老爷子生活的时代 既没有多人连线游戏 更没有虚拟现实技术 他就只能用洞穴投影这个比喻来表达 其实他这里所说的洞穴 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场景设定的意思吗 洞穴里的囚犯就是游戏中的角色 换句话说 我们生活在虚拟现实之中 自己却浑然不觉 也根本不知道现实的真实面貌 故事讲到这儿 可能有的朋友心里 就会浮现起一个巨大的疑问 既然世界是虚拟的 难道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谎言里吗 难道就生无可恋了吗 电影《黑客帝国》还真的就是这个意思 你所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谎言 甚至是一个恶意的谎言 但是我们这儿得说 世界是虚拟的 不等于说世界是假的 请问你觉得扎克伯格所推的那个元宇宙是假的吗 它需要我们这个世界庞大的电能来维持 虚拟世界仍然是实实在在的能量构成的哟 世界是虚拟的 但是能量是真实的 如果我们生活的这个大千世界是虚拟的 同样不等于说它就是假的 它同样是由真实的能量来创造来维持的 那么最后的问题就来咯 既然这个世界是一堆代码堆出来的 改写代码就能够重组宇宙改天换地 那么请问谁有这样的权限咧 在游戏之外 我们管这样的人叫编程员 叫游戏设计师 可是在游戏里的角色们呢 则是叫他神 那再进一步请问 如果游戏中人 游戏中的角色获得了这种权限 那是个什么结果呢 用编程的话讲 这就叫系统设定一出了 换个说法叫升为 要用中国道家或神仙家的话讲 就叫得道成仙 那么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如果您觉得这个话题有意思的话 就请定个月关个注 下回更新不迷路 散会 最后剪辑师小谢发出了终结者之问 Neo在Matrix之外有一个真身 如果这个世界是虚拟的 那我的真我在哪里啊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